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至此一年》 这个书名,乍一听有点含糊 到底是哪一年呢? 我们来看更直白的英文原书名 本书的原名叫《记好又造》 闪击战期间的丘吉尔一家与英国的抵抗传奇 这么一说你就清楚了 他讲的是1940年5月到1941年5月 丘吉尔首相以及全体英国人 在纳粹德国闪击战的阴影下度过的时光 军事史上著名的不列颠大空战 以及法国沦陷敦克尔克撤退 北非早期战役 都发生在这一年里 历史爱好者对这段故事 应该都耳熟能详 2017年的奥斯卡奖大片《至暗时刻》 描写的就是他 问题来了 这么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 还能写出新意吗? 丘吉尔自己的回忆录 不是把军国大事都交代完了吗? 但其实 所谓大事 都是事后之论 今天的我们 掌握着丰富的史料和上帝视角 当然可以言之凿凿地宣称 这一年的坚守 正是英国命运的转折点 就连丘吉尔做对了哪些决定 我们也能罗列出来 但对身处历史现场的 当事人来说 一切其实是混沌的 英国空军压根不清楚 他们是不是真的打赢了不列颠大空战 因为在他们悲观的估计里 德国人拥有的飞机数量 要比真实历史多一倍 丘吉尔同样不确定 美国会不会向他伸出援手 因为罗斯福总统发来的电报 总是含糊其词 至于普通人 他们更是不知道 从天而降的炸弹 会不会在某天清晨 掉进自家的院子 1941年元旦 伦敦一家报纸问他的读者 你有什么新年愿望 有个小男孩寄来的回信里 就写了一个词 活着 不光战局前途难料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也是一地鸡毛 丘吉尔的个人债务越积越多 已经濒临破产 他的儿子成天酗酒 而媳妇准备离婚 18岁的小女儿 嚷着要嫁给一个 刚认识几天的军官 其他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首相秘书克尔维尔失恋了 飞机生产大臣 比伏布鲁克哮喘复发 每个月都在打辞职报告 伦敦的家庭主妇 一走出房空洞 马上就会想 政府削减了 每户人家的茶叶配额 昨晚倒掉的茶叶炸 要不要捞起来晒一晒 再泡一次 听到这里 你有没有一种 异样的感觉 原来 1940年的英国人 和今天的我们一样 都是普通人 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在未来 会被称为英雄 那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英勇无畏的飞行员 乃至聪明坚强的市民 每天也要跟鸡毛蒜皮打交道 也要给自己寻找希望和安慰 这本至此一年最大的心意 就在这儿 它没有重复老套的英雄传奇 而是写出了一个个鲜活 具体的人 他们真实地生活着 迎接始料未及的考验 最终在坚守中等来了转机 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我们需要的 不正是这样的鼓舞吗 这就难怪 本书英文版在2020年一问世 立即被比尔盖茨评为他的年度图书 并在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上登顶 他写的是历史 回应的却是当下 本书作者埃里克·拉森 是一位记者出身的美国作家 特别擅长用文学笔法 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 他有 5.不代表作入围过纽约时报 年度畅销书榜单 本书则是第六部 为了撰写这本书 拉森大量查阅了 历史经历者的私人日记 和当时的报纸 还得到了丘吉尔家族的帮助 哪怕你不是一位二战历史迷 拉森精彩的文笔 也会让你大呼过瘾 接下来 我就分三部分 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凌威寿命的丘吉尔 接过的是怎样一个摊子 他做出了哪些重要部署 在第二部分里 我会带你回顾 不列颠大空战的精彩瞬间 为你剖析英国是怎样熬过最艰难的几个月的 最后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一年的转机是如何到来的 他给英国人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 说起二战年代的丘吉尔 我们都有一种印象 他是一个主角光环加深的人 这个胖乎乎的小老头 叼着雪茄烟 比着V字首饰 在谈笑风声间 振奋了英国人的士气 带领他们反败为胜 还留下了一长串 筷智人口的演讲稿 丘吉尔自己的回忆录 也塑造了一个 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 问题是 这一切真的有那么顺理成招吗 本书一开篇 作者拉森把我们带回到 1940年5月10日的傍晚 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 希特勒开始了对西欧的全面入侵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辞职 今天我们都觉得 这两件事有英国关系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不正是德国全面扩张的催化剂吗 德国图穷比线 那他当然得下台 不过 这个推断其实是事后之论 张伯伦在战前的确是绥靖主义者 但1939年开战以后 他对整军备战 称得上尽心尽职 5月8日 他还刚刚通过了议会的信任投票 换句话说 辞职不是必然的 张伯伦会做这个决定 一是因为他得了晚期癌症 心理交瘁 二是因为他想把在野的工党拉进内阁 但工党拒绝跟他合作 假如张伯伦的身体稍微好一点 或者个性再强一点 那就轮不到丘吉尔上台了 按照英国政坛的传统 首相临时辞职 是可以推荐继任者的 张伯伦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好朋友 哈利法克斯勋爵 哈利法克斯资格老 有能力 是整个议会的宠儿 但他在政治生涯早期 受过很多批评 把锐气磨没了 他只想当二把手 不想当最终拍板的人 第二个人选是海军大臣丘吉尔 他长期反对随进政策 但和张伯伦的个人关系并不差 最终 是张伯伦主动举荐了丘吉尔 这个决定 让英王乔治六世非常诧异 就连丘吉尔本人 也没做好心理准备 当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另一件事 再过 七 各星期 他欠银行的 五千 英镑贷款就要到期了 这笔钱相当于今天的 45万美元 而丘吉尔连利息都还不上 该找哪个朋友就急呢 在他想到合适人选之前 国王通知他 现在你是首相了 你可能听过丘吉尔著名的演讲热血 辛劳 眼泪和汗水 他是在新首相上任的第四天 对全体下一员做的 这样激动人心的讲话 在当时引起的反响却很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丘吉尔在英国政坛 是以不靠谱著称的 一战时他就是海军大臣 主导了失败的土耳其远征 1924年他当财政大臣 又弄出了全国失业潮 没人不服他的口才 但也没人相信他的眼光 首相秘书科尔维尔在日记里偷偷写道 所有人都认为 过不了几个月 张伯伦就会回来 那丘吉尔是怎么回应质疑的呢 答案是三步走 第一步 是把紧张感传递给整个政府 张伯伦在任的时候 英国虽然已经参战 但所有人都是松松垮垮的 高官一到周末就休假 普通员工到点就下班 不少人甚至觉得 有法国在前面顶着 英国人急什么 而丘吉尔在上任的第一个星期 就规定政府内部公文 长度不能超过一页纸 删掉所有废话 他本人贴了红标签的文件 当天就要落实 除了重要的跨部门讨论 平时不开会 留出时间给大家研究具体工作 丘吉尔还以身作则 他早上一起床 就开始口述各种备忘录 下班回家 也让秘书和打字员跟着 甚至会在浴缸里起草公文 一旦他发现某项工作延误了 甭管对方是部长级高官 还是小秘书 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这样的上司 挺不好相处的吧 但丘吉尔有他的沟通艺术 作者拉森发现 丘吉尔骂完人 从来不道歉 但他会拍拍对方的肩膀 加上一句 我不是指责你这个人 而是国家面临危难 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这样一来 所有人不仅找到了工作的意义 还发现首相在关注自己 懈怠心力少了很多 当然 丘吉尔并没有忘记 自己的债务问题 他觉得 首相要是老有后顾之忧 就没法专心处理大事 因此必须拉下面子 找朋友借钱 最终 经济学人杂志的老板 替他还上了旧债 这笔钱 丘吉尔在战后 用回忆录的板税结清了 首相那个爱喝酒 爱赌博的儿子 伦道夫 也被他打发去了非洲的部队 免得他在伦敦惹麻烦 英国政府这台慢悠悠的救济器 现在终于开始高速运转了 丘吉尔的第二项决定 是调整人事任命 他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新人 一个是飞机生产大臣 比伏布鲁克 另一个是首席科学顾问林德曼 比伏布鲁克是英国最大的报纸 每日快报的老板 很早就腰肠万贯 对政治也有兴趣 但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不愿承担繁重的政府工作 那丘吉尔是怎么说服他的呢 答案是四个字 投其所好 比伏布鲁克不缺钱 也不缺地位 不过身为报纸老板 他天然的就对政治内幕和名人八卦感兴趣 丘吉尔暗示他 你要的这些东西 政府里到处都是啊 虽然暂时不能写 却是独此一家的素材 赶紧过来 而比伏布鲁克最重要的 就是这种手握他人的秘密 内心洋洋自得的感觉 于是 他就被丘吉尔给套路了 心甘情愿地加入了战士内阁 丘吉尔为什么非要征兆比伏布鲁克呢 因为他有两项独特的技能 比伏布鲁克办报纸 要跟成百上千个经销商打交道 非常会谈判 他还是个抠门的老板 善于压缩成本 偏偏这两项技能 对生产飞机格外重要 造飞机要用钢铁 要配发动机 要装机关枪 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 得从其他部门调拨 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谈判者 整个供应链就会瘫痪 另外 用尽可能低的成本 生产更多的飞机 也符合战士国情 还有 别忘了 比伏布鲁克有场外优势 哪个部门不配合他 他就让报纸写文招骂人家 一直骂到对方就范为止 有了这位强势的新大臣 英国的飞机产量 在第一个月就增加了 百分之五十 第三个月直接翻了一份 对 1940年的英国来说 这可是及时雨啊 至于丘吉尔带来的第二个新人 那就更古怪了 他叫林德曼 本行是牛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 但常年不务正业 林德曼会开飞机 还喜欢捣鼓炸弹 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 丘吉尔教给他两项工作 一是整理各种统计数据 比如英国每个月要消耗多少弹药 要进口多少粮食 哪种飞机的损失率最高 这些数据会被制成图表 由数学家找出其中的规律 可以说是早期的大数据分析 有了这些图表 丘吉尔就能在最短时间内确认 哪些事情是最紧迫的 其他部门的备战工作 也有了明确的方向 因此 林德曼这个边外人员 在内阁里的存在感比好些个部长还强 林德曼的第二项工作 就更放飞了 丘吉尔让他组建一个秘密部门 专门研发非主流武器 比如反坦克手榴弹和铅笔雷管 林德曼还固执地宣称 德国人会用无线电信号 引导轰炸机在夜间空袭英国 他要开发一些对抗手段 阻止德国人的阴谋 这些话在当时根本没人信 人们只看到 林德曼拿着财政部的专项拨款 却不归任何一个军种领导 成天对其他官员冷嘲热讽 甚至有传闻说 他之所以能身居高位 是因为他是丘吉尔的马球搭子 丘吉尔在批评面前保护了林德曼 理由也很实在 搞搞小发明 花不了几个钱 万一他真的弄出了能扭转战局的成果呢 丘吉尔的第三项决定 是加紧联络美国总统罗斯福 希望获得军火援助 并促成英美正式结盟 当时 丘吉尔在美国政坛的名声很不好 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莽撞的酒鬼 为了扭转这种印象 丘吉尔不仅职诚厉害 还邀请罗斯福派特使到英国来 亲眼看一看英国做了哪些战备工作 又面临哪些困难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定得把美国拉下水 猜猜看 做完这三件事 英国的处境有了哪些变化 答案可能让你很吃惊 没有 希特勒的速度太快了 在丘吉尔上台的前六个星期 德国军队已经完成了 对大半个西欧的征服 三十 多万英军从敦克尔克狼狈撤出 丢亏气甲地回到本土 现在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丘吉尔的一系列部署 需要时间才能显出效果 但如果德国人一鼓作气 登陆并占领英国 那再好的点子也是白大 英国还有没有时间 完全取决于 他能不能扛住下一波正面进攻 刚刚我们回顾的 是丘吉尔在首相任上 度过的前一个半月 这段时间 德军势如破竹 英军则是节节败退 不过从1940年6月底开始 双方进入了短暂的相持期 希特勒需要时间来消化战果 也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又是英国接受城下之盟 但在丘吉尔言辞拒绝之后 德国的战争机器很快恢复了运转 这一回 主战场转移到了天空 为什么德军对英国本土的进攻 选择了空袭这种方式呢 因为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 隔着长畅的英吉利海峡 海峡最宽的地方有240公里 最窄处也有34公里 如果德军强度海峡 会遭到英国海空军的集中拦截 以德国贫弱的海军实力 是保护不了登陆部队的安全的 损失一定非常大 但要是反过来 先对英国狂轰滥炸 摧毁它的工业基础和空军 在实施登陆 风险就会小很多 不过 英吉利海峡这个地方 每年一到10月中旬 就开始刮大风 不适合小船航行 德国人必须赶在这个窗口关闭前 打赢空中之战 换句话说 他们只有 7、8、9、3个月时间 这场赢得空中对决 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不列颠大空战 许多历史著作和电影 对此都有表现 我这里就不复述了 咱们重点看一看 英国取胜的几项关键优势 第一项是充分调动战略资源 你可能不知道 空战开始前 英方对两军的实力对比 是存在严重误判的 英国本土有1900多架飞机 每周至多还能生产300架 他们估计 德军的飞机总数在4000架以上 双方的兵力对比是1比2 但英国人不了解的是 德国空军要分担整个西欧的防御 维修速度也偏慢 经过法国之战的消耗 他们只剩2500 多架飞机可以用来进攻英国 真实的兵力对比是3比4 当然 3比4的差距 依旧很惊人 更何况 英国的熟练飞行员要比德国少 当时英军的一线飞行员 总共是2700人 其中只有半数会驾驶防空用的战斗机 而德国光是熟练的战斗机飞行员 就有1500多人 这个差距是怎么抹平的呢 第一大功臣 首推飞机生产大臣比福布鲁克 他迅速盘点了英国境内的工厂 仓库 机场 下令 整个工业系统 现在要开足马力 集中生产战斗机 简单的零部件 就外包给民间作访 损毁飞机上的发动机 也要拆下来重复利用 比福布鲁克甚至组建了一支调查队 在全国探查 哪里有多余的钢材 铝材 机关枪 找到了就真用过来 在他的努力下 英国可用的战斗机 从来没有低于1700 价 基本上实现了当天战损 当天就能补齐 飞机有了 还得有飞行员 在这方面 英国充分动员了 他庞大的预备艺队伍 选出1100 多名初级飞行员接受特训 并让他们和老兵混编 迅速增加战斗经验 撤到英国的波兰 捷克等国飞行员 也志愿加入了战斗 因为是在本土上空作战 英国飞行员即使被击落 也可以跳伞逃生 只要不受重伤 就可以重返战场 统计数据显示 英国没损失两架战斗机 才会有一名飞行员阵亡 这让他的一线战斗机飞行员 始终维持在1400人以上 德国人就不同了 他们的飞行员 在英国上空被击中 要么当场生死 要么就得当服录 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比 基本上是一比 一 经过七八 两个月的战斗 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减少到了1100人 一直没能恢复元气 战局就在此消比掌中 慢慢逆转了 如果说英国人 是因为高估敌人的实力 拿出了200%的求生欲和拼进 那德国的情况恰好相反 德国空军司令戈林 根本不相信英国能做长期抵抗 他想当然地认为 只需要轰炸两个星期 英国空军就会崩溃 丘吉尔要么下台 要么求和 因此 整个 七 月 德国人一直在磨蹭 直到 八 月 十三 日 他们才集中 1400 多架飞机 对英国南部的机场 发动了全面空袭 这样的大规模攻击 持续了整整 六 天 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但戈林随后就误判行事 以为英国的战斗机消耗完了 他下令调整攻击重点 转为轰炸英国中部的工业区 直到8月24日 德国人才终于发现 英国的战斗机并没有减少 还是得回过头去进攻机场 于是 轰炸目标又改了回去 这一通折腾 不光飞行员被弄得晕头转向 宝贵的战机也白白错失了 到了 9月下旬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德国损失的飞机超过了1900 驾 英方则是1700 驾 德国人没能取得制空权 要想在1940年之内登陆英国 根本来不及 除了资源调度 英国还有第二项优势 那就是科技 你可能听说过 英国赢得不列颠大空战 靠的是雷达 但当时的雷达还很原始 它只能显示目标的大致方位 不能测算速度 从发现目标到确认方位 有 四 分钟的时间差 非常耽误事 一般人的想法 当然是继续改进雷达 但 丘吉尔的科学顾问 那个脑洞大开的林德曼教授却说 这还不够 雷达只是一种被动武器 要化被动为主动 就得预判德国人的轰炸目标 这样就可以主动伏击他们了 林德曼的这个脑洞 开得非常惊奇 当时 德国飞机空袭英国 白天靠地图导航 晚上则靠月光 但英国空军发现 敌人在完全漆黑的夜里 也能实施轰炸 这里头一定有什么玄机 于是 林德曼带着他的团队 四处检查被击落的德国飞机残骸 还审讯了俘虏的飞行员 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德国人在本土设置了两台大功率发射机 可以把无线电波数投射到300公里外 轰炸开始前 他们把两个波数指向英国境内的目标 飞行员靠着特殊的接收器 跟着交叉的波数飞 就能抵达目标上空 搞清了这个原理 林德曼也拿出了应对方案 他让英军从地面发射干扰信号 迷惑德国人的接收器 还研制了一种特殊炸弹空中雷 可以在夜间构成防护网 这样就更加从容了 英国的第三项优势 是人心 在这方面 伦敦市民的坚守尤其值得一提 要知道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 总共有2.9万名伦敦市民在空袭中遇难 2.8万人负重伤 换句话说 平均每个月要死3000多人 特别是1940年9月以后 德国虽然暂停了直接入侵英国的计划 却加强了对伦敦的夜间空袭 企图用恐怖征服英国人 据作者拉森统计 1940年秋天 有将近18万伦敦人晚上 是在防空洞里过夜的 这个数字占全市人口的5% 每当月亮升起 市民们就开始人心惶惶 害怕德国飞机会在月光的指引下丢炸弹 这些普通人压根也不清楚 最艰难的阶段究竟是已经过去了 还是才刚刚开始 他们只知道 炸弹每晚都在落下来 所有物资都短缺 只有防毒面具是充足的 那这段日子 是怎么挨过去的呢 坦白讲 没有捷径 每个人都得自己给自己寻找意义 晚上大家要躲轰炸 音乐会都停了 几位钢琴家就在中午时分 举办免费的演奏会 伦敦有个地铁站 是几千位市民过夜的地方 那里的居民为了驱散焦虑的空气 干脆办了一份杂志 写各种实用生活技巧和打油诗 最常见的解压法是谈恋爱 在空袭的阴影下 所有人好像都害怕一个人呆着 丘吉尔 十八岁的小女儿玛丽 白天在妇女志愿团当义工 晚上就跑到一家住满了难民的酒店 和那里的年轻人一起跳舞 要不是母亲反对 她差点就和一个大 十岁的飞行员闪昏了 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崩溃呢 我想除了爱国热情 还因为所有人的境遇是平等的 国王一家也要接受配几制 连卫生纸都买不到 得找驻外大使帮忙 爱喝酒的丘吉尔 背上了一道紧箍咒 只有在宴请外国贵宾时 她才能用工费买葡萄酒 其他时候得自掏腰包 林德曼教授因为吃素 干脆把领到的肉送给了丘吉尔 这些花边新闻 全伦敦的人都听说了 每个人都清楚 四千万英国人 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 他们必须打起精神 干好白天的工作 度过夜晚的恐惧 转机才会到来 刚刚我们回顾的 是英国人在空袭阴影下的坚守 这段时间从1940年夏天一直持续到 1941年开春 德国人速胜的希望已经消失 但英国被消耗殆尽的风险仍然存在 因此 丘吉尔始终没有放弃一件事 那就是向罗斯福求援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个人情谊 相信你一定有所耳闻 但丘吉尔很清楚 罗斯福的身份 首先是政治家 其次才是朋友 要是一位卖惨 强调自己的困难 罗斯福就会怀疑 英国是不是快顶不住了 美国要是给了援助 会不会变成德国的战利品 那样的话 结盟就没希望了 因此 他又做了一个三步走规划 第一步 是用英国在西半球的 17各小基地 交换美国的50搜救驱逐舰 这个要求不会破坏美国的中立地位 属于投石问路 第二步 是避开美国大选这个敏感期 等到罗斯福连任了 再告诉他 英国希望直接购买美国军火 但没有足够的外汇 你来替我想想 我该怎么办 这样一来 问题就被得体地推回了罗斯福那边 而罗斯福的答复 就是改变二战的租借法案 丘吉尔的第三步 是要求罗斯福派一位信得过的特使过来 亲眼看一看 英国人正在经历怎样的奋战 他们是不是合格的盟友 罗斯福派出了他的老朋友哈里曼 神奇的是 哈里曼不仅与丘吉尔一见如故 还跟丘吉尔那个闹离婚的儿媳妇帕梅拉 谈起了恋爱 虽然这两个人要到整整 三十年后才会正式结婚 但哈里曼的情势 显然对1941年的英美关系 起了正面作用 这年夏天 罗斯福与丘吉尔正式会晤 签署了大西洋宪章 英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与之相反 海峡另一边 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正在陷入内讧 鉴于轰炸英国 已经起不到任何政治效果 希特勒开始把目光转向苏联 但依然有德国官员认为 他们可以先和英国实现停战 1941年5月10日 纳粹德国名义上的第三号人物 傅元首赫斯 居然一个人架着飞机 飞到了英国 说他是来谈和平的 这件事当然是个笑话 不过他充分说明 德国人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 纳粹离最终覆灭又进了一步 同样是在这一天 日落之后 德国空军对伦敦发动了战时 最后一次夜间空袭 有1436 人在轰炸中遇难 连下医院大厅也被炸塌 但这并不是德国人的胜利 因为林德曼教授的秘密武器 终于开始大显身手了 英国空军成功干扰了 德国人的导航信号 并对他们实施伏击 击落了 7 架轰炸机 希特勒就此宣布 停止对英国的空中闪击战 这一天 刚好是丘吉尔就任首相 一周年的纪念日 英国最艰难的一年 就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 好了 关于这本至此一年的主要内容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 在新版五英镑纸壁的背面 映着丘吉尔的笑想 人像下方 是他那句名垂青史的演讲词 我能奉献的别无他物 只有热血 辛劳 眼泪和汗水 而这本至此一年的内容 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注脚 他告诉我们 英国在1941年迎来的转机 不仅源自一年前 丘吉尔的上任 更是源自中间 365 天理 全体军民对当下的把握和坚守 事情总是如此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考验 不是有了希望才需要坚持 而是坚持下去才会有希望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 最后要欢迎订阅 您的变成